猜猜哪一個是上瘾隨餐 這太溫暖 嗨 我是Eva 我現在在冰江市場 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是有一天我就很想要吃生魚片 但是現在外出不是很安全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自己來做生魚豆飯好了 所以我就到了冰江市場 那今天要去的是安安海鮮 不是上瘾隨餐 安安海鮮吃在冰江市場 也是賣有名的 它是叫賣生魚片的 而且我這次準備了很多現金 沒有啦 因為這邊只收現金 所以我們就去看一下 要買什麼海鮮 然後再回家製作我的海鮮丼 而且這次還蠻要室友準備 他昨天就是一個獅子大海口 他叫我準備三千塊 他想說是被租附車是不是 這一段被他看到又要被他殺了 他想說在背後偷說他壞話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買海鮮 而且我剛在陸上的時候想到一件事 我覺得我去買一盒上瘾隨餐的生魚片 然後混搭 看他吃不吃得出來 那我先去買生魚片 走了 在我身後的是上瘾隨餐 然後我們隨便來介紹一下上瘾隨餐 上瘾隨餐在國外滿有名的 很多人來這邊都會特定來上瘾隨餐吃 那他裡面就是有分站食 還有你可以在裡面買完 然後他外面有座位可以坐 所以我覺得可以去安安海鮮買生魚片 然後再去上瘾隨餐買一些 兩邊買不同種的 然後就坐在外面吃也是很OK 市場真的是很多人 很多人在排隊 我的天哪 那我們來排隊吧 OK 好的 我買完了 我總共買了1230 來這裡 超大盒 剛剛判我應該是大戶 我就各種買一點 鮭魚我買了500塊 因為我是買了愛吃鮭魚的 所以我就買了超多鮭魚 然後還有其他各類的 好 然後現在我想要去上瘾隨餐再晃一下 去買一盒鮭魚 我現在有一點懶惰多的丼飯了 我可以直接切換企劃 好 我們就改成猜猜哪一個是上瘾隨餐 好不好 好 就這樣 那我們先去上瘾隨餐 好 掰掰 我剛剛買一盒鮭魚腹肉是395 然後我覺得量跟我剛剛買的差不多 然後我剛剛買的是300 所以我現在就回去準備一下 因為它的外包裝看起來實在是太不一樣了 這樣好像沒有辦法盲測 還是其實沒有差 反正我們就先回家 走吧 我現在回到家了 我旁邊繞圍了一群人 因為今天室友的朋友們要來家玩 我就去買了這一堆的生魚片 他們都不出生 他們就要看我有多尷尬 他們在旁邊笑耶 我剛剛這樣總共買的是1230 非常豐盛 然後我們剛剛很XX店長 幫我們擺盤 他擺成這樣 看起來是不是就很厲害 我剛剛買了鮭魚肚 還有它的鮭魚身 紅肝 青肝 鮭魚卵 還有鮭魚 黃金飛魚 而且我又去上瘾隨餐買了一盒 有一樣的鮭魚肚 我想看兩邊吃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你搬板凳是什麼意思 他在旁邊搬板凳耶 是因為觀眾是 那我們先吃安安海鮮的鮭魚肚 然後就 差不多小一點點 環境一點 欸 這樣 好 我覺得我應該要先吃完上瘾的 然後再來吃 我家的就是不一樣 因為我現在吃的時候 就覺得這鮭魚肚是很好吃 我覺得它不是到油脂非常多的那一類型 但是吃起來口感是不錯 我們來吃吃看上瘾水彩 上瘾水彩的是 它切起來比較少賣 我覺得挑一個油脂比較多的 這個好 然後再底下 長這樣 兩邊的 其實看起來很像耶 外觀好像差不多 所以我現在來吃吃看 上瘾水彩的 我覺得兩個的口感差不多 但是 上瘾水彩的油脂香氣比較多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吃油脂香氣的話 可以去買買看上瘾的 因為我在安安海鮮是買300塊 然後上瘾的是400 如果說你直接想吃個爽花 就可以去買安安海鮮 然後比較著重於香氣 可以考慮上面選菜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 紅乾清乾 這是紅乾對不對 還是清乾 紅乾 應該是紅乾嘛 因為其實我剛買的時候 我原本是跟老闆娘說 清乾紅乾可以買 那她就說這樣其實分量很少 所以我們就全部都買 就直接買紅乾涼拌 老闆娘又切了一些清乾給我 買了一大盤 我是覺得還蠻明明的 這個清乾很嫩耶好吃 我剛才有問老闆娘說 清乾跟紅乾的差別是什麼 他說紅乾的口感吃起來比較軟 對 那我吃還清乾 紅乾比較軟 比較嫩 不對 到底是什麼 總之就是一個口感是 比較 軟嫩 然後一個是比較 扎實 我剛剛看老闆娘在切的時候 鮪魚好像還是有點冷凍的狀態 就是上面還有一點霜 回來差不多半小時 應該有比較解凍 真的太均了 吃起來口感有點像是吃果凍 然後我剛剛在那邊看的時候 他有說他說可以建議 你可以先冷藏 要吃之前在冷凍一下 口感就會不一樣 然後不然是它的鮭魚卵 其實它的鮭魚卵跟我之前吃的 不太一樣 就是它也是會在隔離爆開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重一些 然後在嘴中採留比較久 然後再來是這個 黃金飛魚 它一條是130 大概12塊吧 嗯好吃耶 我記得我以前去爭鮮的時候 我就會吃這個 跟吃鮭魚 我就吃滿足 然後吃完就可以回家了 那我們的生理片 每一樣都吃過 我覺得不錯 而且這樣買起來 覺得算...不會算很貴 扣掉 鮭軟的話是 103點 大家一起吃應該就還滿不錯的 而且我現在有點懶惰 因為 剛出門前其實我有煮飯 原本預計是要做丼飯 就到了現場之後 拍了超多人 我就想說算了我好懶喔 就直接介紹這家海鮮店給大家 所以這就是 按海鮮店的介紹 然後吃海鮮 的話可以去冰江市場 換一換 去買一些陪你的海鮮 然後回來自己弄一弄 就可以很豐盛 再見 就這樣囉 拜拜 旁邊有一群很餓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一集很空虛耶 我再寫了 不願意 那種起初都還滿空虛的這樣 好可怕 好可怕